在这个日益光滑的世界 他的诗是少有的粗粒言辞之一 他的简朴而百无禁忌的写作 如他本人一样 具有锐气和分量 于坚 1954年生人 中国现代诗人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上世纪八十年代成名 出版的《灵档案》 《飞行等诗歌集》 被译成法文 英文 西班牙语 荷兰语版本 作品只有大海苍茫如木等 获鲁迅文学奖 全国优秀诗歌奖 人民文学诗歌奖等 前不久 他获得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2016年度杰出作家的称号 宇老师您刚才聊的话题当中说 汉字里面住着神灵 因为汉字它本来 它的起源 就是古代部落的那种 巫师遭魂的那个过程里面 记录在甲骨上 把这些它说的最重要的 最有影响力的 最能够蛊惑人心的这些 它记录上 汉字它不是一种攻击性的事情 它是来指示生命 来指示你的人生的行动 所以汉字它开始起源 就有那种诗性的东西在里面 那么诗性最简单的讲 诗性就是不确定 就一首好的诗 你读它的含义 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 读出来的含义也是不一样 它是不确定的 所以汉字到今天 它依然保持着这种 不确定性 模糊性 现代化的这种 直截了战 弃阅 直线性的 那种思维和 中国传统的那种 私性的思维之间 发生的一种矛盾 如果从文明 世界文明的角度来讲 汉语 中国文明悄悄 为这个世界提供一种 新的思维方式 您的诗想让别人 体会到一种不确定 或者是想让一种 无的状态 而不是那种 精确的一十一二十二 对 这是诗的本性 最高的诗 它让你感觉到 某种东西 反复有一个神明在里面 但是 你不能说出来 说出来就不是诗了 对吧 我告诉你 那首诗不错 但是我不能 不能转述给你 你要感觉到 那首诗里面的 那个东西 你要自己去读那首诗 但是您的 这个诗的语言 当然非常的平实化 虽然它好像 每个人一读就明白 它意思是什么 但是 当你读完之后 这首诗并没有停止 不是说 这首诗很简单的就是 就像交易的语言一样的 是吧 这个东西你给我 是吧 那么这句话就完了 诗就在于 你读完之后 你发现这个诗 在语言结束之后 诗才开始 为什么诗 只能是抒情者的风花雪月 而不能写言吧 于坚自有说法 他在诗中 罗列琐碎于日常 试图在反叛中 解构传统 开启新诗的新路子 很多读者看了您的一本诗集 叫《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 那本诗集 当中有很多给人 留下印象深刻的诗 其中有上一阶 六号 上一阶六号 这些记录生活琐事的事情 对您这么一描写 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其实我这个也不是说 这个诗是我自己的一个读传 中国古典时刻就是如此 那个里面的那个江晋酒 里面就写的都是他的朋友 我只是说我的三阶六号 不是写他们在喝酒 是写他们在一个狭角的房间里面 那种状态 我们的恐惧 我们的忧伤 我们的喜业是什么 当时中国的写作里面 就是一个正常的 普通人的生活世界 是完全被俘虑的 如果这个诗出 很多人就发现 怎么我们的日常生活 我们这种普通人 也可以写进诗里面 你知道那个李白诗里面 那个湾伦吗 桃花潭水 深千诗 不及湾伦 不及湾伦 是我写 湾伦就因为李白这两句诗 成为了千古不朽的人 在李白看来 只要他感觉好的 他的朋友 无论是谁 他都可以写进他的诗 我只是继承的这个传统 我只是继承的这个传统 他听见太阳在屋中说 我在这儿呢 对诗对文字对语言 您的这种敬畏感是源自于什么时候 我父亲他也是一个知识分子 他是解放前南京大学的毕业生 他有很多书 文革的时候 他就把我们家里面的书烧掉 又把团链拉起来 我跟你说 就一个秋天的下午 找了一个脸盆 然后就把他的那些书 一本一本地试下来 我把他烧了一个下午 一个房间都飞舞着那种纸蝴蝶 那时候我前有十二岁 我对文字是有一种神秘感 这些美丽的书籍是吧 为什么要烧掉 对文字的那个神秘感 敬畏之心 那时候就注入了我的生命态度 这是我为什么会写作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你小时候对文字可能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我母亲说 我小时候会拿着那个新华字典 背诵字典 可能我四年级的时候 我写一个作文 然后写的是武艺劳动节 老师正在班上练这个作文 我觉得很得意 那个时候 写作这种事情 可以使你在人情里面写的不同反响 这后来成的我的写作的动力 今天也是一样 其实您的博客当中有一段语言 让我看了之后 突然反省了一下 你说现代的人 坐公交车或者开车 回家洗脸刷牙洗手 上完冲水马桶 回头读一读 苏氏先生的诗 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哪 毕竟这个人和动物是不一样 人出现动物性的生存 词和拉赏是吧 人不同于动物就是 因为人是活在语言中的 那么他永远意识到 动物不能意识到东西 我们可以说这就是诗意的东西 所以孔子说 人是什么 人者人也 动物他不能意识到忍之所在 诗就是把这个东西 一直保持在人的 生命的运动当中 如果人不忍的话 那么人就变成了野兽 弱肉前世 语言是有 但是语言所抵达的方向是无 这个时代为什么 非常需要诗意 因为这个时代一切都是有 一切都是要抓在手里面才算 但是如果只有有的世界 那么生命就会陷入无聊 空隙 如果只有有没有生命就不先生了 生命是就死的生命 有无先生你才能够感觉到那个 那个所在 说到底诗的运动 它就像音言太极族 太极族是个运动的东西 所以诗就是 这种东西的一种预言的程序 我总是轻易被无用的事物激动 被摇晃在山岗上的一些风所激动 被倒塌在玉米地上的一片枯草所激动 无用的秋天不会改变时代的形状 不会改变知识中的罪行 但它会影响我 使我成为一个有感官的人 对 余老师昨天微博又更新了 我看写了几首 发表了几首新的诗 是以前的诗吗 还是刚写的 有一首是刚写的 那首新的诗是什么处罚了 因为写作它不是说是 你一定要在一个现实里面 才会产生这个灵感 所以有很多这种过去的经验 我组成在你的这个记忆里面 经验会因为时间 因为某种说不清楚的东西 它会被激发出来 我想到这一集 那首诗是慢慢地出来了 写作 写诗 不能随便乱写 这是和神灵的一种沟通的对话 笔落金风以诗成气归神 写作在某种上 也是对平均的一种反抗 不显得是你的生命 在一种平均中度过 使你的生命 是一种有意义的 美好的生命 我觉得诗可以起这个作用 现在很多人对诗 了解的渠道 是通过某个 或者某一群爆红的诗人 您对这个现象怎么看 我觉得诗人和走红无关 一个走红的诗人是非常可疑的 走红是电影明星的诗人 诗人本来就是 你做的事就是无用的诗 诗人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 你就不要来写诗 你不要想通过诗去挣钱 什么生活搞得好一点 是不可能的 诗字狗呢 它就是像宗教一样 它坚持的是无用 所以现在今天的诗人 我觉得普遍在这个 一切都最具有用的时代 内心非常的焦虑 他们想加入有用的队众 所以就拿来讲什么走红了 我觉得我非常鄙视这样的诗 这个世界一切方面都可以追求走红 但是诗不能追求走红 是要和时间相伴的 诗是置身在时间中的 它既是过去的时间 它也是未来的时间 你这个诗是不是真正有效的 不是你今天获了一个奖 发表了就可以算了 杜甫说的千秋万岁明 吉姆身后诗 你想杜甫是多么自信的 多么伟大的诗 他知道他的诗 是可以千秋万岁的 他的这个自信 最后被时间认识 他果然是这么伟大的诗 我认为诗要有这个自信 你写这个像商品一样的 要立即兑现 兑现成现金 那我觉得这种诗 不是我以为的那种诗 你喜欢摄影 我记得您写过一篇 您的感受和经历 拍了一个小贩的菠萝 那个菠萝吸引了你一句拍照 小贩怒斥你 你手足无措 我看这个菠萝的 那个角度和它不一样 落日的官会再打在菠萝上 把它变得像纯金的菠萝一样 那我内心产生了一种激动 我就先把这个照片拍下来 但是这个小贩呢 在他看来这个菠萝 仅仅是可以吃的 可以卖钱的 我去拍照 他的菠萝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我要拍个照片做证据 两种不同的那种 世界观和人生态度 产生一个冲突 大部分人看世界的一点 完全是实用主义的 就一切都看它有没有用 能不能退换到价值 就像这个城市 古老的东西全部都拆掉了 他们认为那个东西 仅仅是建筑材料 就破繁殖 只有新的东西才是好的 他们看不见那些旧繁殖上面 它是几千年的时间 凌固在里面的那种包家 立民的工家 的手艺在那 他看不到这个 实意实在 它是可以提高你的生活的 未在的质量 并不是说它只是一种 可有可无的东西 您的棕皮手记里面 写到一句话 叫远一点 再远一点 直到不用相机 摄影 它本身就是西方技术 产生的一种暴力性的东西 摄影本来就是对生命的那种采犯 一个摄像机在我看来 它和武器差不多 在一个村庄里面 这个人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 好好的做着他的事 是吗 你忽然出现一个这个东西 它就会被惊效 我现在根本自己用这个残焦镜头 我也不会在人家很近的地方去拍照片 我的原因是不要惊动别人 不要惊动这个世界 它那么美 你不要自以为你是高于世界的东西 对吧 你拿着一个镜头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演一遍 再演一遍 我觉得用现机本身 对我来说 内心生是总是有一种罪恶感 但是呢 它另外一方面 它有一种责任 因为我觉得 我有责任把 这种要消失的美 是吧 留下来 看我摄影厂的观众都会说 哦 世界言論是这样的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 言論这些东西是可以拍照片的 因为在这里面 它会产生对生命的教育 你老师您十二月份在上海有一个展览 摄影和诗的展览 摄影和诗的展览 你怎么会想到做一个这样的展览 这个很偶然 我其实不太喜欢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的人 那是因为我那时候在上海 翻我的一个纪录片 翻完之后 怎么在黑暗的过道里面 站着一个小姑娘 她过来就说她喜欢我的诗什么什么 她是做这个策划的 她先问我愿不愿意去那里看一看 我们就打了一个地 就去他的美食馆 我一看那个美食馆感觉太好 就像我青年时代工作过的那种车间 很高大的那种车间 我就说在这个地方做展览太好 那些姑娘说 那我们给你做个展览 这个事情这么挑定 这都是冥冥中发生的事情 不是我去操作 不是我选的 非常偶然 我这个人不喜欢故意去认读一个事情 我是比较喜欢顺其自然的 这都是冥冥中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